物质生活的污染 精神里面 这个里面的污染 最严重的就是自私自利 是非人物 贪嗔痴慢 严重污染了 臣是臣心 怎样把污染澄清 沉住而清 凡背而向 我们今天 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违背了自信 一百八十度的违背 太可怕了 现在怎样 回过头来 反背而向 向着自信 向着信德 这两句话 也就是 现代科学家 提醒我们 改变心态 我们就有救了 为什么呢 一阵 装眼 都是从心态 变现出来的 现在量子力 证明了 �� 佛在三千年前 说 心心是变 一切法重新降生 被现代量子力学家证明了 是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回头要靠自己 没有人能帮助你 佛也帮不上忙 佛只是告诉你 你应该回头 赶紧回头就对了 你是自己谜的 不是佛 把你谜的 所以悟还是要你自己悟 这个事情不能靠别人 不可以怨天诱人 怨天诱人 那你是迷上加迷 你错了 那么这个法门 叫你怎么样 沉着而情反悲为迷 就是那一句阿弥陀佛 心里面念头猜起来 不管是善念的时候 我念都不要管 立刻回过头来阿弥陀佛 统统归到阿弥陀佛 我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不要 那你就真回头了 你就得清净性 你就像菩提导了 越三期 越一年 三期是三大二生期节 三大二生期节在此地是形容 凡夫修行 成夫难 要这么长的时间 遇到人 你赶快念阿弥陀佛 求生极乐世界 和那个人听到这个 就真干 你就真念 才就成功 这地球是男性之法 其诸圣于片岩 片岩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其实呢 跟他等齐 祝圣是四十一位法神大使 你念这句阿弥陀佛 在西方极乐世界 跟四十一位法神大使的地位平等 为什么呢 阿弥陀佛 是菩萨吗 这个岂是这个意思 凡身同居住 下下平往生的人 也跟舍暴土的菩萨平等 我们常讲智慧 神通道理 样样都平等 他有能力 接受众生的感 众生有感 他有因 像观世音菩萨一样 三十二因 应以什么神得度 他就信什么神 这不得了啊 太稀有了 太难逢了 这一生遇到的 什么问题解决 时间拉拉杂杂的 都把它扫除干净 不再沾染了 应该舍的 要舍 不应该舍的 也要舍 你都把它舍干净 紧紧地抱住这一句阿弥陀佛 没有一个不成就 没有一个不成就啊 知了在庙 以不可思议 不可得而思议 就是不可思议 其为佛说阿弥陀经 赞叹阿弥陀经 阿弥陀经跟这一步进是同步